行李箱打開全是一包包毒品 而且都是一級海若茵 沒有包裝 而這行李箱的主人 還是剛從泰國玩回來的台灣人 這些集團以招待觀光的名義 要這些年輕人拿著空的行李箱來出境 接著將這些毒品的大麻 一包包的裝陣裡頭 運送回台灣 這樣一趟的獎金 一個人就有十萬塊 便宜度假享受泰國陽光暑假 免費帶你出國還能賺錢 這個運毒集團利用年輕人或是殘疾人 是急需金錢用招待出遊 免費混進泰國旅行團 甚至有一些去加拿大 在用行李箱或是身體運送的方式 夾帶毒品回台灣 這次查一查 排洛因14.5公斤 大麻68.3公斤 總價要價3億元 被抓總共13人 但裡頭不乏 只有25歲到30歲的年輕人 因為都以為毒品運送沒什麼罪 製造運輸販賣 第一級毒品會處死刑或無期徒刑 運輸毒品的 他之後才知道原來毒品國家防治條例 對運輸毒品的罰則有這麼重 其實在之前就有類三例 兩個人朋友本來都在南部科技大學 念書 談吐 免費旅遊 外加15萬 酬勞 挺而走險 但出發前三天被限制行動 搭機當天被綁上 安非他命當運毒車手 沒想到這一趟就回不來 因為東南亞國家運毒 尤其是一級毒品就是死刑 但台灣判刑多半還是較為輕 讓這些年輕人不知輕重 以為出國完沒想到一趟旅行 這暑假可能就此回不了家 記得黃靖讓你下以台北採訪報導